一個龐然大物猛烈撞擊 漁船瞬間消失 其他民眾直擊 滿臉驚恐 當時兩人就在被摧毀的漁船上 索性躲過一截 難以想像早上七點半 在新海部下周 靠近蒲茨茅斯沿岸捕魚 卻遇上坐頭巾 突然沖出水面 把船給掀翻 受損翻渡的漁船 拖回港口 上面還黏著鯨魚的皮 隨著驚險畫面 在網路瘋傳 網友直呼 坐頭巾生氣了 聯想到災難驚悚片情節 過去在西班牙沿岸及全球各地 都發生過虎巾或殺人巾 掀翻船隻的事件 不過專家表示 這些事件並非代表攻擊 更有研究人員指出 這回縣宗的九公尺長 釉金其實正在進食 只能說漁船停錯地方 才發生這幕驚險場面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